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主要是我們有一個跟ACG為題的主題 最近可能有一些電競、遊戲、動漫、Cosplay 這個圈子裡面的一些大小事 其實你知道ACG是一個小梅比較懂的區塊 是耶 對不對 你是最懂 你是我們這邊最懂的 超級豪邁 是耶 是耶 他沒有要演 沒有 我真的要說 你們應該都知道開拓動漫機FF展 他們現在參展的數字 現在已經到30幾了 我在FF8的時候我就參加了 你是各位數字耶 8的時候就參展 但那時候你幾歲 我真的不得不說 就是你應該真的是我認識的女生 除了葉子以外 我真的覺得可以說 看動漫看最久 真的可以承認就是她真的是窄 因為有些女生會假窄你知道嗎 對 例如 就你嗎 我就不窄啊 我就是不窄 開玩笑了 認真久了 好啦 認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你是主播出身嘛 算吧 你應該算主播出身 還是你是主持出身 你知道就一開始想當選手 這個我其實講蠻多次 可是因為一開始想當選手 但 又不夠強 通常這種選擇不是都要當實況主嗎 他怎麼沒有當實況主 你有看到哪一些是選手不夠強 然後可以當實況主嗎 可能退役之後吧 可能退役之後實力都不夠 沒有隊伍找嘛 現在你一單上就幾個吧 那到底為什麼會選主播嘛 我覺得好像比起選手 都已經花那麼多時間在練了 然後 就不想讓人家覺得說我在浪費時間 那你要不要勸戒一下 現在的選手嗎 現在已經沒有選手了 有啦 有 還是有各個比賽的 不一定要 你說發玻璃的嗎還是 就 我想到 我本來是要當主播的 妳想當主播 本來我是要當主播 沒有很慶幸妳沒有當 我後來發現被噴一樣慘 所以還好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 我還有在賣卡被撥過LCS 對 然後那時候才被記得找 因為他看到我在撥皮 他覺得這個女的動 英雄聯盟這樣 然後才跟我說 聯賽想要應徵一個主持人 我說可是我想當主播 他說我跟你講主播會被噴得很慘 你不要當主播 那時候是你只要講錯一個話 那個話題就會整天的 PTT都在刷 所有的文章都在刷這個 然後你IG跟FB那天都不管發文 因為你一發他們就會轉貼過來說 還算說還敢 還敢跑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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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恐怖的 限動什麼都不敢發 那種 完全不敢 完全 完全不敢發 有哭嗎 一定會哭 可是我哭是因為 我那時候哭是因為 我很怕我會沒工作 因為那時候一個禮拜的試用期 然後 有試用期 有試用期 然後我就覺得記得他們都 我很怕他們不要 不要我了 可是 接下來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要走一些比較 時事上面的話題 沒錯 電玩獎要來了 終於 今年特別多可能是像這個 手遊 特別多的手遊 就是大家 平常玩的最瘋的一些遊戲 真的 有時候還是可以到現場 去跟一下就是 工會的朋友交流一下 你會 我好奇問一下你們會見網友嗎 不會 你說以前嗎 我從以前就會 以前啊以前 我從以前就會 那你們都怎麼叫鼻子 ID喔 ID啊 所以他會叫你小熊殺手 是 但我以前不叫小熊殺手 那以前叫什麼 粉紅包包 好 那我們也是要介紹一些 人氣遊戲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少女權限即將迎來 四周年的少錢 其實我有玩這個遊戲 真的喔 而且我玩這個遊戲 很大部分是跟 選手有關 是不是有一陣子他們玩到 打都打不好 就是這款嗎 真的假的 因為這樣子打都打不好嗎 他知道閃電王都在玩 這個少女權限 然後SU在玩那個 騎士 什麼 騎士 對 騎騎士 玩到那個戰 玩到比賽打超爛 那個戰機移路的千丈 等一下 我知道 我有聽說 戰隊有一陣子是 禁止選手拿手機 就是這樣 就是玩到瘋掉 所以你才知道 手機這個手遊的魅力有多大 真的真的 因為他少女權限制 你可以組裝很多美媒 你可以拼很多美媒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他就做老婆 對 就美媒 很多美媒 接下來的話還有灌籃高手 Slam Dunk 可以 最近很紅嘛對不對 直到時間進行 昆寶 你有看吧 我不知道 明天怕 我不知道 我應該不知道 總有一人一直在我的聊天室 明天怕 我回去查 欸 可不可以 買你的不快樂 只是想陪你揚手 直到世界盡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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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